72岁泰王亲自下旨 为施妮娜拟定新封号 为父宠做最后的准备 泰国王室的宫斗大决 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 马哈国王也真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施妮娜沉寂了三年后 再次登上王室的官网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这次是马哈国王亲自出手 为施妮娜保驾护航 因此被视为父宠的前兆 官网上贴出了泰王的诏书 为施妮娜拟定了新的封号 名叫西内纳特皮拉斯卡利亚尼公主殿下 英文名为 我们按照习惯 还是称之为施妮娜 泰王在诏书中 称赞施妮娜贤良舒德 拥有一切女性的美好品质 并且在结尾处祝福她幸福和快乐 根据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施妮娜一直住在德国行宫中 期待跟泰王会面 但是马哈国王年事已高 不适合长途飞行 同时公路繁忙 根本没有时间跟施妮娜团聚 几个月前 施妮娜宣布复出 并且晒出了几张穿军装的禁照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当时施妮娜英姿萨说 代替马哈国王主持会议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本来以为施妮娜即将复处 会出来主持日常工作 没想到却被王后压了下去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施妮娜都被限制出境 并且失去了亮相的情况 但是如今的泰国后宫显然不平静 马哈国王身边多了几个年轻嫔妃 频频挑战王后的地位 只能说该来的还是会来 如今泰王亲自下旨 为施妮娜拟定心头衔 其实已经能说明一切 之前几位年轻嫔妃 很可能只是烟雾弹 或者只是为了牵制苏提塔 如今看来泰王对施妮娜才是真爱 舍不得她受一点委屈 甚至在王室的官网上秀恩爱 如今官网上 已经发布了一张施妮娜的旧照 一袭粉色泰式礼服又先又美 直接把王后都比了下去 看来在马哈国王心里 最爱的人始终是施妮娜 他们才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施妮娜真是一位传奇女性 每次我们以为她翻身无望的时候 都能够杀出重围 苏提塔前脚参加了皇家大阅兵 彰显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 如今又被施妮娜挽到超车 不少读者都认为 在泰国后宫中 嫔妃们担任要之并不算什么 关键是要得到马哈国王的宠爱 苏提塔之所以能站稳脚跟 是因为背后有军方的支持 很可能跟泰王并没有什么感情 施妮娜即使多次被废 然而每次能成功解除危机 靠的就是马哈国王的宠爱 大家都认为施妮娜是恋爱脑 会在宫斗剧中输得很惨 如今看来是我们错了 完全低估了泰王对贵妃的感情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施妮娜复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谁都无法阻挡 关于封号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或许泰国后宫会有大震动 甚至出现双王后的剧情 泰国的宫斗剧真是常看常心 永远都会为我们带来惊喜 施妮娜如今又冒出头 背后肯定离不开泰王的支持 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苏提达又要过苦日子了